大家好我是新人雞蛋糕 这期继续解说犯马任牙一种格斗篇 视频有详细和急速两批 我们马上解说吧 前情提药 被任牙印象具象化出来的拳王泰森 使出他最擅长的KO模式 打倒任牙在地 任牙开始认真起来后 使出拳击以外的高T直接放倒泰森 让泰森直接消失了 任牙表演了一下魔法后 带刘美娜去久违的家 而在地下室中 即将要和比非洲象还强的对手决战了 刘美娜看着玻璃杆里面 细小的坦然一脸惊悚的心想 比非洲象还强的对手 就是这个家伙吗 而坦然升职中足 挺起前松高举钱币 摆出了一副警惕的架势 目光锐利地盯着面前的猎物 刘美娜低头俯身的 不知道是看着 还是在对桌角做出什么事情了 投入的有几分的诡异感 她过了一段时间也没有任何的动作 最后才缓缓转过头来 冒着冷汗地露出了一脸迷惑可爱的小眼神 那个 是这个吗 这个就是你接下来的对手吗 说话的同时 刘美娜十分尴尬地用手指着那只小虫 而满身瘀青的任牙眼神坚定地说道 没错 就是螳螂 而刘美娜更加不解了 来回看了几次干中的螳螂 怎么看也只是普通的螳螂啊 怎么可人打架啊 刘美娜又打算问多次了 而任牙强先回答说道 只看战斗这一点的话 昆虫绝对是寒假中的寒假 猛兽根本不值一提 而阔比美娜都懵了 不愧吧 怎么可能 任牙开始解释道 我不是在开玩笑 首先 他们体力的水准就有大大的不同了 体力 老虎和狮子 好像可以拉动800公斤左右的猎物 就算假设他们的自身体重 是200公斤 那么他们 也只不过是能拉动3到4倍体重的东西 那么昆虫呢 他们能轻松拉动体重7到8倍的猎物 还能毫无休息一口气 长距离把他们搬到自己的巢穴去 而蚂蚁更加夸张了 能举动自身几百倍的东西 拉动更多倍速的物体 如果你的体重是30公斤 你能把200公斤的香菩利四 从学校搬回家吗 刘美娜一听到利四这两个字 都吓得满头大汗了 要被那种加强的那么失调的种族 根本没可能 我可不想和他们扯上什么关系呢 而怨牙继续吹道 一跳能够越过10米的路内并不罕见 可是他们和跳蚤 朝门相比 根本不算是什么 跳蚤可以轻松 跳过自身超多倍的高度 有人说30多倍 有人说200多倍 如果他们和人类同样大小的话 就能轻易跳过十层高的大楼 当你用手抓住他们的时候 应该也能感受到 而他们的体重 只有我们的几千分之一 但是我们的手指 却能感受到他们的力量 如果人类和困中的体重一样的话 我们是绝对赢不了他们的 贝拉条腿踢到的话 贝拉前肢捕捉紧紧抓住的话 贝拉大二夹住的话 我们绝对不可能全身而退 怨牙说出这话的同时 露出了一脸严肃的表情 而刘美拉一脸臭屁的模样 好像什么奇怪的知识量增加了 任牙又说道 而在那里的螳螂 他可是战斗的专家 在古代中国拳法中 也有研究螳螂的战斗方法 而演变出来的螳螂拳 那是相当有名的 他们用致命的前肢捕捉组 能打出快到0.3秒到0.5秒的突发袭击 用抓狗捕捉猎物后 压制拉死到自己的身边 瞬间用尖锐大二锦咬猎物 然后开始封管脚拙撕咬 打击 捕捉 咬紧 凶残 他们任何一方面都是超一流的高手 他们是无可挑递的完美格斗家 是超顶尖的捕食者 如果他们的体重超过100公斤的话 一定可以捕捉非洲象 甚至可以说 唐兰是相同等比例计算中 史上最强的格斗生物也不足为奇 什么搞错啊 螳螂都应该犀想最可恶的格斗生物 听到这话的刘美娜彻底被说服了 但是越想越不对劲了 她眼神下妙的尴尬的说道 但是 她很小啊 鸳鸭一脸得意轻浮地看着 会变大的 我会将她变大的 而刘美娜还是皱眉不敢相信 变成100公斤吗 鸳鸭用手指顶着脑袋说道 用这里 然后拍着胸口 可这里 我曾经将身在远处美国 而且已不存在世上 全盛时期的拳王太生 那种垫脚石召唤到多么春来 已不存在于现实的太生 也出现了 所以我可以创造出来 我可以创造出100公斤重的螳螂 还能和她对战 说话的同时 变压再次摆出久违的起手势 进入到极度投入的状态 她临时前方的同时 不断通过想象力 和信以为真的心理暗示 重复运用意志力来做模拟构造 把累积所得的各种细节 各种信息 不断的投射 可放射出一个十分清晰和逼真的三维印象 现在任牙的鬼脑当中 已经出现了一只比她还高的巨大螳螂了 目测她有1米7以上的身高 倒三角的头部上 拉致腹眼比任牙的拳头还要大 如大腿般修长的勾连出转且锋利 腿节 筋节 和整个三半身都覆盖着力刺 中足后足支撑全身 巨大的腹部弯曲后摆 保持了站立的姿态 形态很像中华大刀堂 也像非洲绿巨堂 这就是100公斤的螳螂 这就是比恐龙还要强大的对手 而刚刚的一切 并没有出现在刘美娜的眼中 她仍然只是看到 怨牙傻傻地对着玻璃杆中 细小的螳螂摆出了战斗架势 刘美娜看着面前的怨牙 哈哈喘气的 也逐渐被她认真的眼神吸引 怨牙流着汗 眼神注视着前方 玻璃杆中有动静了 动手啦 队然马上大白手臂后 打出一发变现勾拳的同时 前盘要不转动着 一手打鱼头鱼盾是选心 一手下屁鱼刀是关树 全身是放出帅爆的弧行动感 这就是不属于任何流派的任牙流拳法 动作流畅飘逸而变化多端 一种格斗篇最终BOSS战正式开始 很久很久以前 中国有个故事 听说有个名为周亚门的修行生 某天他来到森林 看到了一件令人震惊的事情 麻雀对战螳螂 飞翔之太下的螳螂 居然在与战利战太下的螳螂对战 尖着利爪 对战应恶勾连 而结果与亚门的预料完全相反 取得胜利的 居然是轻量级的螳螂 麻雀一脸呜呼呼的被放倒在地 看到螳螂如此强大的亚门 内心受到了很大的刺激 于是他热衷研究螳螂的战斗模式 终于创造出新的拳法 而这个拳法的名字 当然是螳螂拳 螳螂拳属于向行拳 是模仿螳螂的动作而命名的 螳螂拳基本手型模仿螳螂前竹 类似雕钩 并有钩 揉 踩 挂等攻击手法 是一类长短肩背 甘油相挤 勇猛快速的拳法 哇 直接烟螂马上挺拔而出 一发极致的跃步高低如棍尚规 提起方关就横下胆腿 斟斗少出 双腿一次操天 快准狠 不带一点多余动作 姿势真的太帅了 而看到这一滴的李美娜大吃一惊 他想起来了 这招就是打倒拳王太盛的垃圾高梯啊 而且这梯完成度比之前还要高 咦 燕牙高梯过后开始回车闪躲了 表情十分惶恐 似乎在躲开什么不得了的东西一样 燕牙大步后退 不对 他是被整个人打飞了 咬着牙就失速后扑 肩部碰撞墙壁 刘美娜还不懂什么情况 燕牙居然胆怯的贴长后退 一脸惊悚和吓韧的 做出了与持妇同款的憨憨动作 燕牙流汗满脸 他紧张起来了 他再对看不见 呃不 对自己老泪创造出来的东西 对那只幻想出来的螳螂 感到紧张了 燕牙本来前世的目光 慢慢的上移了 嘴巴不断的张大 眉毛也使劲上台 头部扬起的角度变了 他再往上看 他怎么了 他到底看到了什么样的怪物啊 居然让这个世界冠军 露出如此萎缩恐惧的表情 在燕牙的身前 反复出现了一个异形生物体般的巨大黑影 有什么诡异而响亮的声响 贯穿了整个地下室 在清脆的土豹实裂声中 捆插着怪物般低迷的那种声音 声音让刘美娜又跳心惊 为之一震 只见燕牙当首先是撑地后发力 大腿随着三体摆动 头部大幅度转动着 啊 燕牙居然全身 在空中做起了圆周运动 剪刀腿引药直闭的钟摆式转动起来了 这是风火轮 还是那招四神像式的绝学啊 而不断樊旋的燕牙旁边 居然出现了一个与之对应的巨大凹痕 凹痕破烂不堪 还冒出滚滚成烟 这明显就是燕牙炸出来了大洞啊 燕牙刚刚是被门宫压墙后 马上手掌压地 旋转瘦身来狂充这巨大的冲击 是效力 这是效力吗 这难道就是某个百岁老人 可傲娇黑皮也曾经使用过的绝招吗 而且还是突破了墙壁的约束 此处的进阶招式 燕牙几圈翻腾过后就后翻落地 单脚沉地后马上就快速起跳 用极快的速度击退步的同时 指定了下面 燕牙拉开距离后 临上刹车 转了一圈后摆毁了战架 而刘美娜看到这一轮 神苦其神的极致操作后 都哑口无声了 这是什么动作 这还是人吗 刘美娜心想 如果正如燕牙所说的 体重100公斤的螳螂 比起200公斤以上的40颗老骨 真的强得多啦 只看那个被燕牙砸出来的凹痕 又宽又深 似乎要转穿墙壁啦 真的十分夸张 啊 燕牙马上当不住后扭腰背 后肩踢腿的同时切换重心 侧头后不要转体啦 哇 吹翻后提示的低跳成功后踢 踢出了后腿复壳式收缩后再弹射而出 跨作为移住地道巨子 捧向空中 支撑腿起跳的同时 边腾空边转身 在滋空的那瞬间 一次性完成转身 起跳 提腿 出脚的动作 下身力十分转动 上身顺十分转动 上体和手臂和踢出腿 以相反的方向扭转 形成对称格局 先做离心式拉长 再做相心式收缩 最大夸炸取自身力量 这一招几次隐蔽 速度超快的突袭招式 啊 就在烟牙踢出的瞬间 有什么不对劲了 除道士的后踢 居然在击中目标的瞬间 被硬生生停住了 什么回事啊 烟牙后踢的起跳腿大吸撑地 踢出腿被硬生生挤压贴腹了 双手生死的似乎在挣扎着 烟牙一脸吃力的 以一个奇怪的姿势 以空气掘力着 全身不断诡异的颤抖 烟牙的手指在用力 抓紧的什么东西 还在用力的推着 张口皱眉的很费劲啊 而看到这奇妙的一幕 刘美拉一脸震惊的心想 这 这事 该不会吧 难道是 被抓住了 烟牙被拉坦然抓住了 哇 这个姿势就是 唐蓝轻点的捕捉模式啊 先用闪电斑快速的抓勾捕捕猎物后 马上用手咬出猎物施咬 这只实体挂了唐蓝 用一只前竹前竹的 刃牙刚刚踢出后踢的腿 把这完美的攻击 轻松跨解掉了 另外一只前竹前竹 刃牙的腰部 和抬起的大腿 两只修长了中竹 同时卡住刃牙的支撑腿 而幸好刃牙马上用手臂 顶住了唐蓝的下额 避免了啃咬 但是单靠刃牙的蛮力 真的能破解如此不利的体位祝福吗 啊 刃牙一脸下撂了大喊了一声 直接等一把撂跃顶吸直接捅出 顶爆了唐蓝的下额 而且顶撞的同时 手掌按压着唐蓝的头部 是依照十分高明的拖身后反击 刃牙击中了 是下额 清吹的一击啊 但是刃牙的左腿 刃牙没有脱离前击啊 刃牙头部下沉旋转 要失去重心了 顶牙但是被甩到墙壁上 本来马上撞墙的后老嫂 被顶牙双手抱头缓冲过来了 这是鸡海王的经典动作 又被偷学了吗 顶牙咬牙重生冲击 发出了超强确的声音 刃牙看着如此拼命的顶牙 顿时大惊失色 她看着玻璃杆中那气小的螳螂 心想 明明你可以把她当作 能够轻易战胜的弱小螳螂的 轻易把她崖扁就好了 为什么要对自己如此严格啊 哇 只见鸢牙刚刚被砸的墙壁上 又被轰出了一个大洞 是毫不比之前的小 这就是这只螳螂的实力吗 鸢牙转过身来 捕身弯腰的站在了刘美娜的面前 两个凹槽相互对称且对立 出现在两面相伦的墙壁上 两人各自站在了不同的对立面上 现在的刘美娜 还没搞懂鸢牙如此拼命变强的原因 两人的想法 似乎还没相互交咳 咦 鸢牙好像察觉到了些什么 马上后头放了一圈后 刷手出地后用力散称 用手趁地面爬行着 一边撑掌跳跃的同时 时而奔紧 时而弹心的一边前进 手脚不断交地变换位置 哇 鸢牙竟然开始双脚交替的单手撑地 来回切换落地点 转肩转换的双脚大自行张开 专腿朝不同的方向摆动 利用腰力 惯性 和水平旋动力解放双腿 一脚下勾 一脚横勾 鼓踢边腿很少 打出各路式游踢技 腿部不断的跨源出击 这几下托马斯回旋 也像喀波耶拉巴西战武动作的两者结合 面对真正的螳螂 一般的格斗技是完全无效的 燕牙的动作 逐渐的 变得脱离了格斗技的范畴了 他的身体 试图在平本能适应这头生物 燕牙他不做人了 究竟燕牙能不能打败这头一种Boss 最强格斗生物是不是就能打爆燕牙了 我们下期再说